大家好 我是秀芬妮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呢 我們帶來是這個 公益一番 我們就起來看一下 這個目前在陸服的超級直接連賽 我們常常看到 角田配公益 那這個公益到底有多強 它的技能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到它的屬性的部分 我們拿出一樣是一隻三分射手的山景獸 來跟公益做一下比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鏡頭的表現 兩邊是差不多的 然後在中頭的表現呢 山景是偏高的 那三分球的表現 欸 山景也是偏高的 好 那扣籃跟上籃我們就跳過了 我們這個山景是有辦法打內線的 但是感覺這公益呢 他可能頭頭中距離還可以啊 他可能可以頭中頭跟鏡頭 但是叫射手去直接頭中頭跟鏡頭 感覺風險是蠻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傳控屬性的部分 兩邊都是差不多 那抗擾的話 是山景比較高 那彈跳的部分 也是山景比較高 那跑速的部分 欸 公益他在跑速的部分呢 就是贏過山景 所以他跑的比山景還要快 那在傳控的部分呢 也是比山景高哦 那我們看到防守部分 這個籃板球的話 山景也是比較高 但是這個籃板的數值 跟射手應該沒什麼關係啦 然後 就可能如果山景有時候要去撈球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撈得到籃板球 好 我們來看到防守的部分 火鍋的部分 火鍋的部分也是山景比較高 山景是68 好 好 我們再來看到干擾值的部分 干擾值的部分是這個功益 比較高 功益比較高 然後我們最後看到超劫的部分 超劫的部分 也是功益比較高 所以我覺得 工益跟這個山景呢 可以說是有好有壞 兩邊我覺得數值是蠻平均的哦 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到他的大絕招 三分狙擊 我們來看到他的大絕招 三分狙擊 這個很蠻帥的 而且出手速度其實是蠻快的哦 但是大家可以特別注意哦 他這邊有說明哦 他三分如果是空位的時候使用 必進 但是如果是有人干擾的情況 則進行干擾池的判定 所以他的三分不是必進的 他如果被干擾到的話 是有可能會不進的喔 他的大絕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來看第一招 靈動加速 使用自己小巧的身形減少與他人的身體碰撞 提升移動速度 就是一個加速 就是一個加速 沒有持久的時候 沒有持久的時候可以使用 再來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定點投籃 第二招定點投籃 就是一個很可愛的 投籃 人物怎麼長這麼可愛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招 全力釘綁 算是防守的喔 這個是在跳舞是不是 這個是在跳舞是不是 我們兩個人 這人抓到一支小巧 好多多 我來交告你 你來交告我 好這個就是定防 定防的部分喔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招 後撤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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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這個 一個跨下運球的時候 馬上跳到後面喔 這個感覺可以拿來搭配大絕招 跳往後跳 這跟那個三級的後撤有點像喔 好我們再看下一招 精密計算 公益一範會 精密計算比賽時的 每一分 每一秒 從而提升自己的能量回復速度喔 我們來看一下視頻 這個 沒有視頻可以看 因為他是一個被動 被動機能喔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天賦 究竟可以把這些基礎招式 給強化到什麼地步呢 首先我們一樣看到第一招 靈動加速的部分 靈動加速部分呢 前面呢 是會減少一個碰撞體積 這個可以幹嘛呢 就是你可以 比較不會 你在跟人家插撞的時候啊 會減少你這個碰撞體積喔 那我們看一下第一顆 大顆的是 超 靈動加速 變得更快 喔喔喔喔喔 田徑隊 是不是啊 100公尺 跑8秒是不是啊 蛤?被狗追著耶 變得跑得更快 另外我們看一下小顆的部分 無球跑動 沒有拿球的時候 跑速會再增加 然後呢 右邊是會減少他這一招 靈動加速的冷卻時間啊 就是說你的那個 可以 剛用完的時候 可以更快的去使用他喔 那我們看到最後一個喔 最後一個是 永不放棄喔 當公益異犯被搶斷 獲得截球後 會直接清空靈動加速的 技能冷卻時間 就是說你被 你被超球喔 或是被截球的時候 球掉地上的時候 你可以 馬上 就算就像你剛剛 就算你剛剛如果 剛使用完加速 他會馬上成立式 就可以讓你再開一次加速 去搶那顆球 把那顆球撿回來的意思啊 這個部分是靈動加速的部分 我們看到第二招 定點投卵的部分 前面是增加一個 中投的命中率喔 他中投的速指其實是很高的喔 所以他還是可以打這個2分的喔 不一定要投3分球喔 然後呢 再來是加他的這個 使用範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招就蠻多的耶 有好多招喔 1 2 3 4 5 最後第五招 先來看一下喔 第一招的部分是 定點超高3分 在3分線過來 定點秒數後 跳得更高 完成3分的投籃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二招 定點橫圖 公益易犯在手勢持球的定點過程中 點擊定點橫圖 會瞬間大幅度的橫向突破 做一個假動作 然後往右 做一個很 很 長距離的一個突破喔 然後第二招 橫圖跳投 這個應該就是搭配 剛剛那招 喔對 就是一個突破完之後會有一個投籃 他會先做一個假動作 然後突破 突破完會有一個投籃 這是他的中投啊 我中投用他 下面是增加的抗擾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的是他的折線突破 喔 就是他剛剛那個突破完 他會可以在一個瞬間一個後車 喔可以 你也可以跳到三分線過來 或是說 跳到這個三分線邊邊去投中投 投中投 投中投或三分都可以喔 看情況 因為他中投也是可以投 中投很準 然後呢 再來前面是增加這個突破的晃倒機率喔 然後呢 再來是這個定點傳球 喔 還是就是 會在起跳的瞬間 將球傳向深淺的隊友 喔 就是一個傳球吧 也可以做一個假動作 然後再回傳的意思喔 喔 後面是減少被截球的機率喔 再來是這個 喔 這個就是控位中投跟三分的命中率 全加 喔這個我覺得就很有用 很有用 喔 再來是一個定點被傳 喔 這個是一個背後傳球 簡單的背後傳球 好 這個是這個定點投卵的部分喔 好 第三道 全力盯防 大家看一下 他前面是增加無球 沒有持球的時候 的跑速增加 好 第一個呢 是這個進退制 在防守時拼盡全力 再進行前後跟防時 就是說 呃 你在定防的狀態下喔 你的跑速會增加喔 跑速會增加 所以他也是有防守天賦的喔 好 再來是全力盯防 他處於靈動加速狀態的時候 在進入定防狀態的話 不會減慢他的移動速度 就是說 他像剛剛我們上一招的 他那個靈動加速 他在沒有持球的時候 他會可以使用一個加速嘛 好 那他如果再進去 加速開的時候 在定防的話 他定防 他不會失去他的加速 就變成你的定防 移動速度 會一樣快 會一樣快 好 上面是一個減少被晃倒的機率喔 再來是這個全力干擾 在對手投籃之際呢 公益一方會全力的晃動手臂 提升干擾值 就是說你盯防的時候 按住全力盯防 手會舉起來有沒有 他的手有點短 看起來有跟沒有一樣 但是他會增加他的干擾數值喔 會減少敵人進球的機率喔 然後最後面是增加一個 基礎的干擾率 基礎干擾率 有時候你們雖然看到 咦明明就是干擾 為什麼 被長谷川干擾就比較不會進 因為長谷川他的干擾率會比較高 這個就是干擾率的差別 干擾數值的差別 他可能就是說 他是干擾 但是他沒有到嚴重干擾 這麼嚴重 但是他的干擾還是有分的 還是有分的 再來呢 是這個跳步後側 一個跨下運球 然後直接往後側喔 再來是這個落地瞬居 在後側突破落地的瞬間 點擊落地瞬居 會直接跳起完成投籃 一個後側然後速投的意思喔 這個如果人家是守你的話 有點會有點難反應喔 這個如果要開加速跟 可能才跟得上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增加他的晃倒機率喔 上面是增加他的這個 落地瞬居的這個使用範圍喔 然後這顆點了之後就可以在三分線外 使用落地瞬居 再來是增加他的一個中投命中率喔 所以他中投命中率也是很高的喔 好我們再看一下第五招精密計算喔 精密計算就是我們剛剛 這個沒有視頻可以看的那一招喔 那他這招到底是幹嘛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可以在戰鬥中 增加他在戰鬥中的那個 大絕能量回復速度會更快喔 累積能量速度會增加喔 加到20% 然後是增加他的這個技能能量值喔 他這個是這樣喔 這個是每投進一顆球會額外獲得能量喔 然後呢上面這個是每投進一顆三分球會額外獲得能量 所以他如果你一直讓他投進的話 他能量會大絕會激得非常非常快喔 然後呢再來後面是每成功造成一次紅色的嚴重干擾 就會獲得額外獲得能量喔 他前面有一招技能是會增加他的干擾值對不對 如果你是嚴重干擾的話 你也會增加這個大絕能量值喔 所以他在防守的時候如果他 對你造成嚴重干擾 他自己本身的大絕能量值 那個能量也會加喔 最後呢我們看到他這邊是這個 空音異犯每一次高光表現都可以獲得更多能量 高光表現就是說你有打出數據 像我們結算的時候會有數據表嘛 對不對 像得分啦 火鍋啦 超劫啦 這算是高光表現喔 他就可以獲得更高的能量 所以他這隻角色他在擊大絕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之快喔 不管他在防守或是進攻的時候 都可以為他的大絕增加額外的能量喔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三分狙擊的部分 前面是增加他的這個使用範圍喔 再來是這個三分跳狙 三分不直接投喔 他會跳起來有點往後投籃喔 有點像山頸的這個後仰的感覺喔 這個感覺也是要往前 然後再跟喔 才有辦法蓋 然後上面呢是增加他這個 有一定的機率晃倒對手喔 好 那後面是增 每頭進一個大招 還會再額外增加能量 所以他大招其實是非常非常快喔 然後呢這個是增加大絕累積次數可以到三次喔 大絕可以累積到三次 再往上點變四次 所以他大絕最高可以累積到四次喔 那後面呢是增加他這個抗擾率喔 剛才有說喔 他大絕不是必進的 他的大絕被干擾是有可能會不進的 所以他後面去補充他的一個抗擾率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我這樣看起來是覺得 這隻三分射手喔 不會輸三井喔 不會輸三井喔 尤其是像陸服啊 大家都很喜歡用腳田去配工藝喔 所以我們可以期待一下台服 工藝出來之後喔 這個射手在這個場上比賽的表現喔 這個出場率喔 好的 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羈絆的部分喔 他的羈絆第一個是這個跟清田喔 那第二個是跟木木還有三井獸跟阿神 那第三個是跟阿神 哇 第四個是光頭螢幕啊 看到這個我就死都風乾了啊 再來跟這個阿神啊 所以他的這個羈絆的部分 大家可以特別看一下喔 他都是增加一個傳控抗擾 然後中頭三分 然後三分抗擾 都是蠻有用的喔 都增加他的三分數值喔 然後這個也是增加他的中頭跟抗擾 以上是他這個記憶版的部分 左上角這個還沒開放喔 這個是可能要等新角色出來才會開放喔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這一部 關於工藝一範的這個天賦的介紹 希望對各位以後玩射手的玩家們有幫助啊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甘兒桃天阿北過來 掰掰